請彭總裁 彭總裁 翁偉你好 總裁 9A的總裁 所以我想 這段時間你大概對於整個中英銀行的相關的業務 或者是我們外匯的這些操作 以及我們國內經濟的 整體上的一個安定 我想都有一個很 大家對你都有很正面的評價 不過我想 這段時間來頭 應該比較衝擊比較大的是 日元的大幅貶值的問題 日元大幅貶值的問題 當然也牽涉到很多亞洲的 這些貨幣貶值的這些問題 當然 台幣 我們大概在貶值 29塊錢到現在大概貶值也在1塊錢左右而已 相對的跟我們的競爭對手韓國來比起來 我們貶值可能要相對的比韓幣 要的比較穩定一點 但是 韓國又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競爭的對手 在亞洲四小龍裡面 我們大概都要面臨很強烈的挑戰 所以 到底 台幣 是什麼樣的價位 最改實動 總裁剛才在說 這個 自由經濟 由市場來決定 除非 有重大異常的時候 央行當然要維持我們這個外匯的這個秩序 你才剛才說 不過 我們現在 還是想聽一聽 總裁對台幣 你 未來到底 你到底價位維持在什麼樣 你覺得會是比較合理的 OK 報告委員 第一個 從3月15號跟去年底比較的話 那麼韓元對美元的貶值幅度是3.58 台幣貶了2.1 韓元是貶多一點 但是你再把它拉往前一點 前年比的話 那麼台幣升了1.77 那韓元升了3.74 所以這個時候是看 你在什麼時候比 哪一個10點比 你講的是沒有錯啦 不過現在台灣 很簡單啊 台灣你現在跟韓國就是要競爭啊 啊 所以這大中間 我們當然在貶值的部分 剛才我們沒有相對的 下面有一個比較的時候 我們的競爭力 我們不然就減少了 跟委員報告 因為 台幣對有些貨幣升值 有些對有些貨幣貶值 但是台幣對只要貿易對手國的匯率把它加均平均起來 就是有效匯率指數 3月15號 跟去年底比 幾乎是非常接近 你都說跟去年同時期相比 跟去年底比 齁 我是都怕說齁 跟去年的同時期比啦 我怎麼要看未來啦 還是要看一下未來 中台齁 我 我當然認為說你的貨幣政策會比我們專業 齁 但是 只是期望一點 希望不要對台灣的出口 造成衝擊 不要影響我們的競爭能力 齁 這大概我的基本的出發點大概在這一點 我相信說你一定我都做夠啦齁 必要的話該調整你也要調整一下啦 好不好 謝謝委員的主教 第二點齁 我們從 這個 八 三月十八號的 這個經濟日報裡面看到齁 就是說我們 北中南三個都會區 今年 推案的量齁 大概有三千六百億 大排 大台北地區 沖上了兩千三百億 超越了兩千零八年的兩千兩百二十億 然後 高雄又推了五百億 也是歷年來新高 台中今年推了八百二十五億 這個 這個 這個資訊啦齁 到底這個資訊 顯示的是說我們房地產 已經走過三十歲的這種陰影 還是說我們的房地產景氣已經回春 或者是說我們打房的效果 已經沒了 到底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這個委員報告呢 不是打房 這方面是控制銀行的受信風險 那從這個報告裡面 有幾張圖裡面 我也講過來 是 控制風險是有進展 那麼這個房地產的市場的資訊呢 非常的 分歧啦 那你去看看正大那個張靖岳教授 他每次發表的意見呢 跟現在報紙上解的又不一樣 所以我必須要去收集 各方的資訊 那我才做判斷 判斷的結果怎麼樣啊 判斷的結果就是說 有沒有必要採行一些什麼措施 當然中央陽已經在對特定地區的一些 第二棟房子的措施 已經採取了一些間對性的審限措施 我們對於第二棟房屋已經給它取消寬限期 然後怎麼樣呢 那個貸款程式已經降到六成 事實上台灣的房屋 是房屋市長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我們可以買賣義塑屋啦 那義塑屋齁就是好心Future嘛 就是房屋期貨 那房屋期貨你知道嗎 房屋期貨的槓桿倍率很高 買一棟房屋呢 一百萬一百萬 那你期貨去訂單 一棟房屋可以買十棟期貨 義塑屋嘛 所以這義塑屋怎麼樣去規範 因為義塑屋這個期貨的房屋市場 會影響到現貨的市場 這是台灣很特殊的現象 日本是沒有義塑屋的 所以相對的齁 我們看這個資訊 看這則新聞 然後我們在談到的就是說 你現在你的 對於業務狀況裡面 你談到說 繼續執行金融機構辦理 過渡住住宅貸款 及土地抵押貸款的管制限制 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就要觀察說 現在你看到這個現象 到底後續的你是要執行什麼樣的措施 或者什麼樣的管制 我在3月28號 你是會 會重溫討論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也希望看到你有比較 明確的 這個措施出來 這是第二點 那當然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也直接間接聽到 比方說我們 中央銀行的 這個有關的利率 像房貸的這個利率 並沒有所謂調整的 這個資訊嘛 但是有些行庫 偏偏他們在這個當中 有調高了他們 房貸的利率 到底是什麼因素 你們有沒有去查證過 跟委員報告呢 因為每個借款人的受信 那個他的信用品質不一樣 所以他對於不同的信用的平等 他有不同的價格 這是很合情合理的 所以銀行辦房貸不是同樣一個利率 他必須要看借款人的credit 給他不差別的價格 這是合情合理的 沒有那個 那個總裁齁 我的意思大概不是這樣子 我是在說 不是個別的啦 是在說 有的銀行 政體上做一個條件 有些銀行是這樣 我想可能委員會提到某些銀行 他可能是受到 銀行法72條的限制 因為他的不動態的換款 要吸收 他的全款跟那個金融債的加起來 比例不能夠超過30% 這家銀行可能是以前 touch到這個credit 所以他利率會高一點 他是受到銀行規範 沒有違反規定 沒有沒有 有違反規定的話也不要忘記齁 我怎麼會處理啊 我們當然是擔心 就是還是要照顧 我們這些消費者的權益 對齁 這是 而且我們銀行那麼多嘛 假如說他這個利率把它弄得很高 那客戶就會跑到別人銀行去啊 當然是這樣沒錯啦 但是有些齁 委員不是要照著這麼方便 有些錢在進行 要去收信 要去增訊齁 有些錢不會付他們 也會產生這種情況 也會啊 也不是不會啊 齁 所以我想都是要多重去考量 齁 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齁 就是說 到底 像我們現在中央銀行 對一些 金融性的產品 到底我們的外匯 有沒有放寬的 準備 有沒有或者這樣的方向 對金融性的產品 對金融性的產品 欸 像說我們 外國人要來台灣 台灣島主的時 我們都有人說 美金不能多少 這個 最高額是多少 沒有啊 外國人在台灣投資只要 OK 跟委員報告 我們上面 然後完全自由化 沒有外國管制 直接投資 只要 投選會通過 金融根本沒有限制 都沒有限制 沒有啊 買股票 只要讓證交手 拿一個號碼 他的資金 我的意思是說 你像大陸 假設是大陸 他們到台灣來投資股票 到底他們的上限是多少 當然投資的股票 原來給他5億 後來提高到10億 連5億都用不掉 沒有用掉 就好像3億都不到 是不是 差不多2.8億 所以我把它提高到10億 你說是說用不掉 如果這樣用不掉 才會有很多 對啊 所以這個 再拿這個 我是舉這個例子 假設 假設這個例子 假設說5億 你條件到10億 假設 他的上限 不將來 馬上就超過的時候 再調啊 所以 所以你並沒有說 一定對這些 嚴重 一定有些上限的限制 沒有啊 你還是open的 他可以調啊 那就好了 所以 像這種東西 我是覺得說 會讓外界了解 好 謝謝 因為大陸也有受惡度 沒有錯啦 我知道啦 我的意思是說 剛才這些上限 如果搞的時候 可以調整一杯 快調沒有問題 好謝謝 好 感謝王委員